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件事 这个事其实大家不要看自由职业这么一个词 不要过多的关注这个概念 咱们之前给大家说了 做自媒体其实还是说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兼职开始比较好 如果说一上来就全职去做自媒体的话 或者是做所谓的自由职业 就等于是失业的状态 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因为很多人他对于自媒体的认知水平还没有达到 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做 这个时候往往很难赚到钱 所以咱们就建议大家 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兼职开始去做的 不要放弃本职工作 只要是有正常的收入 然后才能一定的坚持下去 自媒体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 都不会说因为精力不足的问题 导致大家做不好内容 做不好账号 收益低 这个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是因为精力问题导致这种情况的 实际上运营过程当中 很多人其实都是以个人经历为理由 然后找这种借口 实际的问题真的不是 大家各有各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没有一个是因为精力不足导致的 很多人之所以感觉自己时间不够 精力不足 其实都是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效的工作程序上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是处于迷茫状态的 这个状态其实很不好 也是最影响大家心态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简单来说不管是自媒体兼职也好 还是全职自由职业也好 那去做自媒体最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要做好三件事的 这三件事其实可以关乎到 大家在整个自媒体未来能够赚到钱 或者说能不能赚到钱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有很多人说做自媒体 其实就是玩 自己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了解一下年轻人的一些新鲜的东西 或者是增长点知识 增长点这种见识 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边 内心深处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大家自己都明白 不用说那些非常这种官方的片面的这些话 大家想的其实都很简单 做自媒体做这件事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平台给的收益 那么为了收益去做 一定是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是向着收益去走的 这个第一件事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重视收益 但是千万不能过度的起于 依赖账号的数据 因为很多人他喜欢在刚开始 一上来就去看数据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账号一上来的时候 这个数据不好 每个人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发的这些视频 他的数据都会非常差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 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想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人做自媒体都是想赚钱的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收益就是非常低的 这句话其实我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很多人只能说听懂 只能听明白 只能理解 但是真的到了实际面对账号数据的时候 其实自己还是很难去控制住自己内心的那种焦虑 这没有特殊的办法 这个是大家心态的问题 只能通过咱们视频来给大家增加一定的信心 未来自媒体一定是做到后期收益才会不断上涨的 而且是会从量变 实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短时间之内可能几天之间 你比如说每天可能二三十块钱 可能过上一两天 你的收益就涨到了两三百块钱 甚至往后还会上涨的 这个过程它不是特定的 而是阶段性的 指不定哪一天就又上涨了 大家只需要做好的是什么 就是去做好你的内容 增加视频数量 就这么简单那个事 就是不要看前期的收益 只要你真正的能坚持下去 付出努力去做了 后期这个结果一定是不会差的 这一点是非常确定的一点 第二件事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去做这个事 这个事其实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重要 也是咱们这个账号 做自媒体内容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去讲的一个事 因为这个是一个自媒体的常识 很多做的时间比较久的人 基本上都了解这个事 但是大家没有注意过 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做这个账号的时候 发现整个片台当中 基本上没有一个讲自媒体内容干货的人 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事 这个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常识 就是你只要真的靠自媒体赚过钱 你这个事是肯定会了解的 你发的视频数量多了之后 收益它就会上涨 你刚开始发它就是没钱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必须得坚持去发 这个事如果说都搞不清楚的话 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在瞎说 对于这种状态 其实可以说是做到后面 大家都会了解的一个常识 所以咱们一直坚持的原则 就是让大家把这个事 真正的给它理解 并且运用起来 你要相信未来是能赚到钱的 不要说老韩做视频 他就是为了骗你 我骗你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 我也做视频 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 包括这些账号的一些问题 有很多人其实 包括反对我的观点 反对我说的这些内容 其实这些都是实际运营工程当中 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我也给大家说了 我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打击大家 也不是说为了给大家对着干 为了让大家不喜欢我 不喜欢看我的视频 这个真不是这样的 咱们做的目的 其实也不一定说 就非得去讨好大家 因为肯定是给大家说实际运营的 一些真实的东西 没有经历过的 不知道的这些事 你多去接触接触 经历过了之后 这个肯定你会发现是受益的 第三点就是单纯的视频数量的增加 其实不一定能够让大家真正的说赚到钱 因为很多人我看见 他们其实在片台当中 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发的视频数量很多 坚持的时间也很久 见到最长时间的 坚持一年半的这种朋友 那么每天坚持更新 它的毅力其实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说了 自媒体坚持之前 一定是得找对一个正确的方法 你的账号起码有一个基础的正常的流量 这样的一个正常数据都没有的话 每个视频只有一两百个播放量 那这种情况下坚持的再久 也是赚不到钱的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咱们去计算收益的时候 都是账号的流量乘以单价 你的流量达不到 单价达不到 这个时候即使坚持也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别人如果发上一百条视频 两百条视频 能够达到的收益水平 是需要你去发上一万条 甚至十万条视频 才能达到收益水平 这个事坚持就没必要了 每天每个账号不能超过五条视频 当然你想多发 有些平台是可以的 不同的题材加到一起 可以发好几十条 有的平台是五十条 有的平台是七十条 有的平台是三天之内 限制发多少条等等的 不同的平台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天发五条视频 基本上就是目前咱们给大家最基础的一个上限的要求 就是你不要超过五条视频 你如果超过五条的话 会影响账号整体的流量推荐 这也算是一个常识 咱们坚持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要去改进内容的 你的流量如果很低 发的视频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 视频的平均流量账号的流量 基本上就趋于稳定了 这种稳定的状态 如果流量比较低 每天只有个几千的播放量 或者是一两万的播放量 这种状态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定是要先去解决这些问题 再去坚持去做 在坚持和解决问题 这两者之间 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 再去坚持 即使说你不坚持发 先断上两天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再去坚持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综合以上来看 如果说大家坚持这么去做 肯定未来的收益 肯定是会非常不错的 咱们之前说了一个月 普通人做的收益 基本上就是上限五万块钱 超过五万块钱是很困难的 但不是说一定就超不过 每个月五万块钱的收益 能超过了也有不少 包括咱们前几天 给大家提到的 有的人做的比较好的 一个月二十多万的收入 这个就是实际运营的一个例子 不是说胡说八道的 给你瞎编的 大家想做不想做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影响 只不过说在大家认知当中 这件事真的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课程 就在视频中下方 感谢大家的点赞观众 支持咱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